第七十一集 小儿受不了欢爱,都已晕死过去了,我先忍一忍,反正来日方长了。 他想到这里,便伸手扶着自己失灵灵的分身,慢慢地抽了出来。 精灵公子拿起了两人的外袍,把魏洛严严实实地遮住之后,自己也给挡上,抱着他,便向寝房走去。 这一路走来,都没有人,只在寝房外面遇上了四个美人,那四个美人头低低地看着自己的脚尖,根本不敢抬起头来。 精灵公子见他们要跟上,声音沙哑地说, 退下 然 四女退下,他抱着魏洛来到了踏上,朝着床上一倒之后,他把魏洛重新安置在怀抱中。 这使得他,小脸依然红扑扑的,不过身体好在不再抽搐了。 精灵公子侧着头,伸手在他的小脸上抚摸了一会儿后,手向下移去,扣住了他的腰身。 把他紧紧地压在怀中后,他一手靠在他的玉乳上,头靠着玉枕,沉沉地睡去。 这一夜一天,光是处理进宫失火的事,便令得他疲惫不堪。 要知道,他身为太子,早就掌握了整个新田的房屋。 虽然,皇宫房屋不归他管,可是,让贼人进了新田城,他的父侯便可以借机发怒,连番指责。 他虽然不惧怕这些指责,可不妥善处理好,难免遭人口舌。 与小人的欢好,对于经常练武的他来说,也算不上疲惫。 可是,不知道为什么,他就是感觉到放松。 这种放松,令得他倦意沉沉而来。 因此,这一觉,他睡得很香。 他的手,一个紧紧地扣住了小儿的玉乳,把他整个人坚实地振在怀中。 魏洛很快便清醒了过来,清醒后,他发现自己身无寸缕,紧紧地贴着的那个身体,也是身无寸缕。 接着,他记起了刚才凌乱的一刻。 瞬时,他的小脸红彤彤的了,不只是小脸,他整个人都成了一只瞎子。 身后的男人,呼吸沉稳而平缓,他悄悄地回过头去,对上他一脸的放松。 他真的是很放松,眉间不再伸索,薄唇还是微微地嘟起。 只是那一嘟嘴,他俊美严酷的脸,便显出了几分孩子气,几分懒散来。 只看到他这个模样,魏洛才记起来,原来他不过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呢。 这年龄,在他的世界,很多都还是依靠在父母身边的孩子呢。 他的呼吸之气,热热地扑在他的脸上,吹得他的头发拂过面颊,令得脸痒痒的。 魏洛侧过头偏了偏,这一动,他不由嘀嘀地吸了一口气。 下身好痛啊,他低头一看,那处已经是红彤彤的,看样子好像已经肿了。 魏洛这一低下头,不止看到了自己的下身,也看到了男人的,瞬时,他脸红过耳,连忙收回了视线。 魏洛再次动了动,想移开稍许,想让两个人的下肢部位不那么缠在一起,可是他一动,才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了。 他纵使睡着了,也把自己牢牢地抱在怀中,他的一只手扣在自己的乳上,另一只手搂着他的腰,他的一只脚还搭在他的双脚上。 这个男人完全占有性的动作,令得魏洛又羞又乱,他闭上了双眼,想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地睡过去,可是他一闭眼,他那远比常人敏感的触觉,听觉,便清楚地感觉到这男人的体现,男人的呼吸,男人的手温,还有,还有男人的肌肤温度和强硬。 慌乱中,他又睁开眼来,他悄悄地拿起他那只扣在乳上的手,分开了那五指,轻轻地令他一看。 他才做出这个动作,身后的呼吸声忽然一停,接着,精灵公子沙哑慵懒的嗓音传来。 行了。 魏洛顺时一将,停下了所有的动作,精灵公子一睁,他搬过了他的身子,领得他面对着自己。 这一转过头,他便对上他羞的血红的小脸,还有那长长的扑闪的睫毛。 他闭紧双眼,仿佛以为这样,便可以装作睡着了。 精灵公子嘀嘀地一笑,他手臂一收,领得赤着身子的他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胸口。 光落得肌肤相处的瞬间,魏洛的脸色一白,他的下面又映了,正在顶着他。 感觉到他的紧张,他又是嘀嘀地笑了起来。 笑着笑着,他把魏洛一捞,然后身子一翻,令得他整个人都结结实实地睡在自己的身上。 感觉到软玉温香的全面覆盖,他满意地笑了起来,他伸手扶着魏洛的青丝,声音沙哑地唤道。 笑儿,你令我愿意。 你令我愉快了。 魏洛懒得理他,他头一低,将自己的脸埋在他赤裸的胸脯上。 魏洛抿了抿嘴,嘟囔着。 好臭啊。 精灵公子哈哈一笑,他伸手揉搓着魏洛的青丝叹道。 夫人中只有小儿敢出此言。 他说到这里,纵身一跳,便吓了他。 魏洛一看到他光溜溜地站在那里,不由小脸嗖得再一次血红。 他呼的一声身子一转,脸朝向里面了。 精灵公子又是哈哈地一笑,他大声地喝道。 哈哈哈哈哈哈,被汤水。 嘉安。 四个美人轻硬了一声,脚步声渐远。 精灵公子向踏上走近了一步,他单手撑在踏檐,看着缩成一团,紧紧地包在被子里的胃落,痴笑着。 哼,你欢好,无需再修。 你自食无休。 精灵公子闻言又是呵呵地一笑,他头一滴,咬上了他的玉耳。 恶劣地朝他耳眼中吹了一口气,令得魏洛颤抖了一下后,他嘀嘀地又说道。 小儿嫌我臭,先汤水一杯,供玉吧。 他这不是征求魏洛的意见,一句话说完,便是伸手一抱,一转眼,便把他连任戴背都给搂到了怀中。 魏洛一惊,这里离他的玉殿可有一二里路啊,难道就这样走去不成? 惊慌中,他急急地转过身来,瞪着他。 啊,要更衣啊! 他的脸油带潮红,这一趁怒间风情巨线,精灵公子看得心中欢喜,忍不住低头,在他的眼上咽声的一吻说。 可啊! 他毕竟是一个严肃的人,不可能真的这么荒唐地抱着他一路招摇过去。 两人随意套上了中衣外袍,把头发梳理了一下,便向玉殿走去。 魏洛才走了一步,便是脚步一顿,他咬了咬牙,慢不吭声地继续向前走去。 精灵公子大步流行地走到了大门口,转过头来看向魏洛,这一看,他便是一睁,紧接着,他的目光转向了他的下神,略一寻思,他便来到了他的身边。 伸手搂着他的腰,精灵公子低声地问道。 仍在疼痛。 魏洛咬着牙,低着头,没有理他。 精灵公子伸手,抬起了他的下巴,令得他抬起头来。 他朝他脸上一瞅,见他眉头紧锁的模样,不由哈哈一笑,笑着笑着,他手一伸,把魏洛拦腰抱起,大步地向外面走去。 他这一抱,魏洛没有惊到,倒是院门口的见识们,都是齐刷刷的一针,他们错愕了,瞪着大眼睛盯着精灵公子,一个个迅速地转眼看向魏洛。 不过这个时候,魏洛已经是把头一埋,把脸藏在了他的怀中,因此谁也看不清楚。 精灵公子如此搂着一个妇人,实是很罕见的情景。 一路上,众剑客和士币们频频抬头张望,纵使迫于精灵公子的威风,他们张望的时候也是十分的小心。 可是,他稍一走远,那怯怯思语声便不绝于耳了。 在这种议论声思语声中,精灵公子搂着魏洛,大步留心地,踏入了御殿中。 御殿中,管事早就安排了另外四个士币的美人在,精灵公子一踏入,便沉声地喝倒。 会议上。 他知道魏洛不喜欢有外人在场,事与美人退下之后,他随手扯下了赏袍,抱着魏洛纵身跳下了浴池。 随着他这一跳,水花声啪的一下溅了老高,精灵公子哈哈一笑,把魏洛松开,放到了水中。 魏洛的身上还穿着袍服,这一入水便是湿淋淋的了。 精灵单臂缓着他的腰,伸手扯向了他的袍服。 魏洛低着头,长长的睫毛扑扇着,见他的大手一把抓来,又顺势溜到了自己乳上抚摸着,不由右手重重地按住这虎狼之爪。 啊,我自己来。 说吧,他背转了身,慢慢地脱下了赏服。 他刚刚脱光,他的后背便是一暖,却是精灵公子贴上了他的背,搂着他的细腰,低笑着。 呵呵,小儿,食欲可言。 他要魏洛为他抹身。 背对着他的魏洛小脸一红,没有反抗,便转过了身来。 不知道为什么,他只想温柔地对待他,只想尽量温柔地。 魏洛转过身,拿起了毛巾,转到了他的背后,为他搓弄起长发来。 他温柔如许,手指搓过了他的头皮时,魏洛前世的洗发店的小妹一样,按摩着他的头发,挤压着他头上的穴道。 在他的温柔抚摸下,精灵公子高大结实刚硬的身躯慢慢地向水下缩去。 到了后来,他已是半躺在水中,只把头搁在他的膝头,任他食指轻巧而温柔地,穿梭不休着。 魏洛暗得很用心,他的男人温顺地倒在了他的怀中,一动也不动。 那长长的青丝与他的相缠,那完美俊腻的面孔,可以任他随意触摸,他觉得很是幸福。 他垂着眉眼,魏洛推过他两侧的太阳穴,来到他头顶时,还特意地搓揉着。 热气腾腾的浴池中,精灵公子懒洋洋地闭着双眼,半嗓,嘀嘀地说道。 小儿令我欢喜一眼。 魏洛没有回应,他只是专注地,精心地按摩着怀中的男人,他只是细心地记忆着前世洗发时的感觉,只想记得多一些,按摩得让他更舒服一些。 雨池中腾腾的白雾,把两个人完全照在了灯中,渐渐地,他们的面容也不可见。 按着按着,魏洛头一低,轻轻地,轻轻地在他头顶上印上了一个吻。 这一吻如蝴蝶一触即开,他不会有半点感觉。 吻过后,魏洛把他的头朝着自己的怀中搂见了几分, 他的手指在有意无意间俯过了他的眉眼,顺过了他的发烧。 每每这时,他的手指都会随意戴上一戴,然后又是急急地转开。 按着按着,一阵滴滴的憨声传来。 他睡着了,他舒服地入睡了。 魏洛轻轻地吁出了一口气,忽然觉得很是放松,他睡着了好啊。 睡着了,自己便可以想摸就摸,想吻就吻。 于是,他再次低头,鹰唇如花瓣一样,悄悄地印上了他的发脚。 魏洛按摩得是更加用心了。 他的动作舒缓至极,给他洗了头后,双手又转向了他的肩膀,转向了他的颈部,细细地俯按着。 按得疲惫了,他又拿起了毛巾给他清洗了起来。 毛巾擦过他浓密的健眉,擦过他高挺的鼻梁,擦过他的薄唇,转向他结实的胸膛。 如果他醒着,他做这些事实,一定会很羞涩。 可是现在他睡着了,魏洛却一点也感觉不到羞涩。 他如一个母亲一样,细细地擦拭着他的身体每一寸,划过他的每一根线条。 这是他的男人啊,他一直想靠近,又从来不敢靠近的男人。 他睡得多好啊,睡得多香啊。 魏洛花了一个时辰,才把男人从头发到脚趾都给洗了一遍。 到了这时,他也是泡得手有点发白了。 拿起清洗了他的毛巾,魏洛低下头,胡乱地擦拭着自己。 他刚反转着手,去擦拭背心时,男人低沉地,沙哑的声音忽然传来。 小儿,你心悦我。 他的意思是,小儿,你喜欢我啊。 魏洛一睁,他不知道他醒来了多久,他手上的毛巾被一只大手拿过,然后,他的细腰被他一带,被重重地搂入了怀中。 他低着头,细细地吻着他的发梢,他的眉眼滴滴地,喃喃地说道。 小儿,你心悦我,为何欺我夺我,不欲救我? 魏洛低脸眉眼,没有回答。 他抬起了他的下巴,细细地瞅着他的脸,见他绝美的小脸上一片淡然,仿佛刚才的温柔只是一种错觉,不由低叹了一声。 小儿之心,何其难懂也。 探完后,他拿着毛巾,学着魏洛的样子,给他擦起了脸,抹起了身子,不过他的手很重,每一下擦拭都重重地按着,然后像刨木头一样刨下去。 魏洛细嫩的小脸,细嫩的皮肤,被他擦了两下之后便疼痛了起来。 不过,魏洛没有叫痛,他只是含着浅笑,任他擦拭着。 渐渐地,精灵公子有点不耐烦了起来,他胡乱地给他擦了几把后,搂着魏洛朝自己的身上一坐,那火热之物朝他的臀肩重重地顶了顶,薄唇附在他的耳边。 小儿,还痛否? 当然还痛啊。 魏洛抬起头来,白了他一眼,痛。 精灵公子对上他轻沉薄怒的风情,先是一睁,转眼哈哈一笑,才笑了两声,他便抬着魏洛的小脸,薄唇一压,附在他的小嘴上重重地亲吻了起来。 他这一吻,很重很沉,直吻得魏洛有点喘不过气来,他才拖着他半眯着眼,欣赏着魏洛英唇半张,小脸晕红的模样。 见他双眼一转向清明,便又是一吻压来。 他含着他的小嘴,一边吸韵,一边伸手在他的玲珑曲线上游移着,刚一碰,魏洛边颤了一下,红着小脸嘟囔着。 呃,痛。 小儿。 魏洛头也不回,他只是眯着眼睛,窝在他的怀中说。 事与美人犹在,可谢火也。 他说这句话时声音很淡,很是平淡,很是平和。 只是话一说完,他那迷离的眼神便瑞丽了两分,冷漠了两分。 他背对着精灵公子,他没有发现他的这些表情变化。 闻言,他凑近了他,在他的发上印上了一吻,滴语着。 他渴的是小儿。 扮上,没有等到魏洛的回答,精灵公子把他的小脸一板,细细地瞧来。 这一瞧,依然是对上了一张淡然中,透着羞涩的表情。 精灵公子见魏洛不为所动,也不再多言。 他放开了魏洛,赤身站出了不一会儿,那硬挺地变软了下来。 他拿过毛巾把自己擦干之后,封闭一身,从池中捞起了魏洛,也给他擦了起来。 这一下,魏洛不一了,他奋力地一针,跳回了池中,背对着他嘀嘀地求道。 还是我自己擦吧,精灵公子见他脸红过耳,不由哈哈地一笑。 哈哈哈哈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月机下一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